為什麼徐光啟要編傳崇祯禮書呢 應該是這樣 就是徐光啟因為跟這些傳教士在一起 所以呢 他知道他們都懂天文嘛 懂天文呢 所以有的時候這個日時啊 或者月時的時候 那這些傳教士的預測 比那個青天堅 青天堅裡面的這些 正式天文局裡面的 國家天文局裡面的官員 預測的還要準 還要準 那當時在明朝到了接近崇祯的這個時間點 他們用的這個曆法是從元朝 剛剛萬生兄也提到就是郭守勁這個壽司曆 郭守勁從元朝編的這個壽司曆 經過到明朝改了一個名字 叫做大統曆 一直用到崇祯的時候呢 已經用了三百多年 那已經不準了 已經不準 那不準了以後呢 這個徐光啟就向這個崇祯皇帝 提議說要修例 崇祯皇帝就準了 因為當時日時 月時不準已經好多次了 這個日時喔 這個日時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因為日時直接是侵犯到天子嘛 天子就是太陽 所以如果有日時你沒報的話 那你就慘了 可是你如果報了以後 結果沒有日時呢 那比較沒有關係 就是說 比方說我們預測下個月有日時 下個月的英曆初一有日時 那就要跟皇帝報告 皇帝叫焚香沐浴啊什麼什麼 既來既去 既天來拜天 拜天拜地 結果到那天沒有 沒有的話 皇帝就說皇帝紅服齊天 這是好事 這是好事 那皇上呢 誒 覺得農心大悅 這一次又逃過一劫 那可是如果 如果 有日時你沒報的話 那你就慘了 你就慘了 所以他們就盡量多報 因為每個初一都有可能 每個初一 每個初一就是看那個月亮上上下下的位置嘛 所以他就 所以就報得不像話 報不像話 但是 但是那個傳教士呢 當然比這些 中國天文局裡面的這些 這些官員們呢 要 要 要報得準 要報得準 那徐光奇當然了解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跟崇禎皇帝建議 就是說我們要重新修一本 要修一本 那崇禎也覺得很對 徐光奇與青天間 共有八次的預測天向大PK 曾經有過八次的 八次的預測 八次的預測 都是 都是徐光奇這一邊呢 勝利 勝利 他這個 他這種預測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說 假定 假定我 我預測到說 下個月的初一有日時的話 那我就上奏 你就可以上奏 其實古代還蠻 你也 他專制當然是專制 不過這些大臣的都 都有事沒事就可以寫信給皇帝了 所以就上奏 皇帝一看 叫交辦 交到青天間 所以人家說下個月有月時 有日時你覺得怎麼樣 他說 也許有吧 好 那方位 在什麼地方 時間持續多久 是日偏時還是日全時 這個要講 要講 所以青天間那邊就 胡算一通 反正也不知道算什麼 那就 也提出他們的看法 然後到了那一天的時候呢 就要看一翻兩瞪眼 有還是沒有 方位 持續多久等等 所以前後呢有八次 有八次的類似的 日時月時 還有這個五顆行星 當時看到的這個 金木水火土 五顆星的位置 這五顆星的位置呢 在古代呢也是 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 這五顆星呢 他們有的時候會 會犯到一些星座 二十八樹 會犯到一些二十八樹裡面 二十八樹就是二十八個星座 會 會侵犯到 所謂侵犯就是接近 接近 接近的話呢 那可能 在這個星象的觀點 星象學的觀點 這些 五星如果 零犯到這些 哪幾個星座的話呢 又跟國家的命運有關 所以 這個也要 要 巨石上咒 不上咒也不行 所以 就是在這些事情裡面 有八次重要的較量 這些重要的 八次的這個 等於是一種 非正式的比賽啦 非正式的這個測試 那都是徐光啟 他們這一邊 就是 西局 贏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崇禎就決心說 我要 把這個崇禎呢 要頒布